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名言 相信没人对他有好印象 尽管我们后人对慈禧不敢冒 但慈禧生前还是吃得很香的 比如咸丰皇帝在世时 对慈禧太后十分宠爱 后宫那么多嫔妃女子 唯独只与慈禧生了孩子 其后来的同志弟 慈禧为什么独受咸丰宠幸呢 用慈禧自己的话来说 那就是工人皆以我为名 也就是说慈禧在后宫当中 是最漂亮的一个 这话可不是小编乱说的 而是记载于《清宫二年纪》当中 本书也叫《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作者是德陵公主 原名玉德陵玉德陵 早年在外留学 十七岁回国 和妹妹玉隆陵 一同被慈禧招入宫中 成为紫禁城八女官之一 后来父亲病重他离开了 再后来他把自己的经历 写成《清宫二年纪》 那么年轻时的慈禧到底美不美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 肯定是不美的 因为随意去摆布一搜 都能看到许多慈禧的照片 这些照片都是一个叫玉勋玲的拍 玉勋玲正是玉德陵的哥哥 玉勋玲作为慈禧的专门摄影师 据说他给慈禧拍第一张照片时 慈禧被闪光灯下注 以为照相机会勾魂 当玉勋玲把相片拿给慈禧看时 慈禧瞬间爱上照片 还扮成观音菩萨要求照相 从玉勋玲照的这些相片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慈禧长得很丑 然而1903年玉勋玲 才跟两个妹妹回国 妹妹进宫后 她才成为慈禧的摄影师 而这时的慈禧已经68岁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慈禧照片 都是她68岁以后的照片 对任何一个女人而言 68岁还能漂亮到哪去呢 而且人老珠黄 相貌自然就逊色了 那么慈禧年轻时到底漂亮不漂亮呢 小编认为她肯定是很漂亮的 大多数网友看法也跟小编一样 还有网友为了验证这一点 通过PS技术 把慈禧的照片还原变年轻 逐下图怎么样 慈禧年轻时看起来是不是挺美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